网上有这样一种论调 中国隔离疫情 世界在隔离中国 美国能把中国孤立吗 中国能否破解 还有说股市大涨是假牛市 外资已经开始跑了 这话看了就让人不少 为什么 因为完全是颠倒黑白 胡说八道 完全不符合实际 然而这种不符合实际 却又常常影响着广大舆论 非常可恶 中国现在控制疫情 全球做得最好 但哪怕如此 像北京新发地 海鲜市场爆发的疫情反弹 大连爆发的疫情反弹 新疆爆发的疫情反弹 都说明 新冠病毒 哪怕在中国防的 那么严密的情况下 依然无孔不入 此时如果中国不设防 岂不是要把抗疫的成果 复制东流 人民的生命和身体健康 如何保证 更何况这些无孔不入 到底是不是有人故意为之 也还未可知 甚至最早在武汉被报告的疫情 都可能是有人故意带来 也需要调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当然要做好防范 当然不能不设防 国家对老百姓如此负责的措施 竟然被别有用心之人 污蔑为中国隔离疫情 世界在隔离中国 真是岂有此理 而且什么时候出现世界隔离中国了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过去三个月时间里 中国举办了与非洲几十个国家的视频会晤 中欧领导人进行了视频会晤 中日韩与东盟石家三发表了联合声明 中国还与N多个国家举行了视频会晤和电话会晤 请问世界什么时候隔离中国了 现在全球因为疫情严重 为了避免病毒传播 各国基本都停止了互访 各种峰会也改为视频峰会 请问到某些人嘴里怎么就成了世界隔离中国了 这完全是脑残思维下的结果 这种完全电脑黑白不顾事实 却被很多人相信 真的令人遗憾 所谓美国孤立中国 的确美国有这样的意图 但在全球范围内 几乎没有国家支持美国这么干 包括美国西方的盟友 至今也只有澳大利亚 英国跟着美国蹦得欢 其他国家都没有跟随 所以只要中国应对好 美国根本没有孤立中国的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美国一直在努力试图孤立中国 但美国不可能实现 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国 第一大市场和第一大潜力市场 美国怎么可能让其他国家付出巨大代价来孤立中国 孤立成本美国又付不起 所以所谓美国孤立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 那么外资从中国跑了吗 据第一财经报道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6月16日最新发布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 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在2019年1.54万亿美元的基础上下降近40% 这使得全球FDI自2005年以来首次低于1万亿美元 看到没有 2020年全球FDI都将下降40% 也就是说全球的投资大幅减少 各国都出现了外资投资减少的情况 而且非常严重 那么中国情况如何呢 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1到6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721.8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1.3% 降幅较一季度收窄9.5个百分比 较一到五月收窄2.5个百分比 总体好于预期 6月当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1170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71% 二季度实现同比增长8.4% 较一季度回掉明显 外商投资预期和信心稳定区号 看到没有 上半年我们才下降1.3% 而全球今年预计要大降40% 哪怕我们第一季度疫情期间 降幅也才是10.8% 比联合国预计今年降幅小得多 到了第二季度 我们疫情基本控制开始恢复后 同比就实现了8.4%的增长 6月份同比增长也达到了7.1% 这是外资跑了吗 这是外资看到全球疫情那么严重 压缩了投资 却独独看好中国 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呀 哪里是外资已经开始跑了 跑哪了 从美国跑到中国吧 至于股市的资金流入情况 现在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由于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这个规模还是有限 不过A股从来不是靠外资 未来流入A股的资金只能越来越多 因为全球资产都在贬值 中国资产却在升值 针对所谓外资撤离中国论 早在5月下旬两回召开知识 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大会发言人 张叶隋就在5月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尽管疫情在对华外资企业造成影响 但中国并不存在大规模外资撤离的情况 中国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没有变 外国投资者持续看好中国 再花长期经营发展的信心没有变 疫情全球大流行 会对经济全球化产生多方面复杂影响 但不至于逆转全球化历史进程 人类的发展趋势就是融合 全球化是必然方向 可能因为疫情延缓了全球化的速度 但方向不会变 而且虽然疫情加速了全球政治经济的重组 但由于中国疫情控制的好 站在了最好的战略位置 长期看 长期看 我们将在未来政治经济的重组进程中 更具优势 某些人罔顾事实造谣声势 无非就是想制造美国很好 中国很差的舆论 但是他们不敢摆事实讲道理 因为没有东西可讲 于是只能混淆识听 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 现在是美国很差 中国很好 美国疫情现在非常严重 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400万 死亡病例正在逼近15万 一天新增确诊病例 和中国所有确诊病例已经差不多了 而根据官方的消息 中国新冠疫苗年底就可以广泛应用 美国的疫苗根据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奇所说 到明年也不一定 再说经济 中国经济恢复得很好 第二季度已经开始赞增长 美国经济今年将下滑严重 刚刚150名美国专家要求暂缓开放复苏经济 美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 新冠疫情发生后 中国以负责人的态度赢得了各大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尊重 尤其是中国对世卫组织的支持 和对160多个国家地区的支持 真的是帮了全世界的大忙 美国呢 在最需要的时候推出世卫组织不配合调查 这样的美国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质疑 事实上就在刚刚 联合国人权组织和世卫组织双双向美国开炮 谭帅说 作为一贯以自由民主人权标榜自己的美国来说 这真的是难得一见的奇观 据法新社7月24日发表文章指出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认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质疑世卫组织独立性的评论毫无根据 是虚假的 是无稽之谈 是胡说八道 根据禁报 泰晤士报 和美日电寻报发布的消息 尽管没有给出任何确切的证据 但蓬佩奥称 世卫组织已经完全沦为了政治工具 并且信口词黄称谭德塞本人 由于当选世卫组织总干事 也已经被中国收买 他甚至还宣称世卫组织的不作为 加速了英国民众的死亡 针对蓬佩奥的人身攻击 谭德塞在世卫组织日内瓦简报会上表示 蓬佩奥的言论只会分散全球民众 抗击新冠疫情的注意力 他的言论完全是错误的 是不可接受的 没有任何依据 世卫组织也不会因为这样的评论而分心 我们也不希望国际社会因为这样的言论 在对抗新冠疫情时分心 谭德塞的意思是 这会胡说八道干扰抗议 我们不要搭理他 但谭德塞还是警告蓬佩奥 不要将新冠疫情政治化 美国已经退出了世卫组织 然而却对世卫组织喋喋不休 无非就是因为世卫组织不配合美国攻击中国 结果就被美国抹黑至此 然而世卫组织毕竟是世卫组织 它依然是全球的权威 美国因为这种抹黑正在失去自己的国际信誉 谭德塞批判蓬佩奥 其实就是在批判美国 因为蓬佩奥就是代表美国外交意志的 被美国表示不满的不仅仅是世卫组织 就在刚刚 联合国人权组织也对美国不满意了 据央视网消息 近日美国多个城市 持续发生抗议示威活动 抗议警察暴力执法和美国社会 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的问题 而美国警察不断对示威者使用暴力 又使得冲突愈言愈烈 对此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对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表达了关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7月24日表示 美国警察和安全部队 不应对波德兰等美国城市的抗议者 和媒体从业人员使用不相称的武力 不应对他们进行非法拘捕 同时执法人员的身份也应该异于识别 以防止随意拘禁的情况发生 看看美国是怎么对待示威者的 美国示威者是真正的争取权利 却遭到了美国政府的镇压 然而香港的暴乱是美国支持的 结果他们袭击警察和市民 警察正常执法却被美国攻击 还有美国甚至为新疆的恐怖分子招募 美国这个持名双标真的是名不虚传 然而联合国看不下去了 所以才有联合国人权高专对美国的不满 事实上美国已经宣布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为啥退出 两个原因 一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不按照美国的意思攻击中国人权 二是联合国人权组织对美国的人权情况表示不太满意 看看现在的美国 用王毅国务委员的话说 那还有一点大国的样子 是的 的确没有了大国的样子 一方面美国不顾自己的内政 把自己的问题想甩锅给中国 结果自己问题越积越多不说 甩锅中国也没有获得国际认可 围堵中国也很难说的各国响应 每一方面 特朗普政府动辄撕毁协约 一不合意就退群 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已经让美国失去了道德制高点 甚至美国不断向世贸组织施压 逼得世贸组织总干事离任走人 其实这样的美国是典型的衰落信号 国内一团糟 无人真正去解决 却不断试图去破坏别人 这样的状态又能支撑多久 现在美国实际上不仅仅是衰落 特朗普政府完全是破罐子破摔 客观上是快速沦落 为啥特朗普那么反华 中国网友绝大部分还都支持他连任 就是因为他的连任 首先砸烂的是美国 是美国一手缔造的体系 这种自毁长城 正是广大网友喜闻乐见的 好